大家好 歡迎收聽我們2022年5月18日的外匯分析 先介紹我們兩位嘉賓 首先有黃冠一教授 阿尚 你好 大家好 亦有我們的資深外匯評論員陳建豪在這裡 Aaron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兩位好 我想問一下兩位 對於現在美國整體貨幣政策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們看到聯署局主席大威爾 過去一個禮拜 由上星期五開始 去到昨晚 出來的言論 其實他都再次重新他在未來的加息會議 覺得加50點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水平 不如先看看Aaron 似乎是否他都想做一個期望的控制 控制著大家對於聯署局加息的預期 再次繼續努力去做 是的 我想其實這個星期有兩個焦點 一個就是很多聯署局的委員都會先後有些言論 另一個就是看其實環球央行 今天就有英國有加拿大和日本 星期五就是日本央行的通脹的數字 央行方面其實那個變化就不會太大 因為很多其實都是一些鷹派的言論來的 但是我們過去兩星期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場合 其實都已經知道他們會想些什麼的 而且總共聯署局的態度其實就是上半年 通脹這麼高的情況下都會是比較激進一點點去加息 那麼鮑威爾當然是重中之重 就是他告訴大家 五月之後六月七月都會加息半厘 至於九月我想現在市場都還沒有很清楚的看法 但是簡單來說就是連續三次的意識會都會加半厘的機會是相當之高 通脹已經是8個百分之下 無論是8.5也好8.3也好 8個百分之下就算現在加到1.75也好 其實都仍然是壓不了通脹的 還有通脹的成因就是一些成本推動 可能是租金等等相關的 變成了加上地緣政治的風險 就是令到一些供應鏈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整體格局來說沒有什麼大變化 就是覺得息口聯儲局是會繼續激進去加息 當然市場會擔心就有某些國家 例如是歐洲、英國等等 其實已經是滯脹的了 那會不會陷入衰退呢 那這個就是接下來下半年可能會反覆探討 或者會擔心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你看到久不久的外幣跌到差不多 跌得太殘的 真的會有技術反彈 例如很多外幣上個星期歐元1.03半 或者是英鎊1.29跌到1.21的水平 那可能彈上來 其實彈的幅度其實都會有幾百點的波幅 但是整體來說大家對其他的外幣有哪一種特別看好呢 肯定不是歐洲肯定不是英國 所以我想它彈了上來就仍然不建議高追著 就是你可以在低位上去試多一次 如果真的守得住的話 可能就會是初步做底了 但是起碼這一刻來講 整個做底的過程其實都還是會有些時間 但可能用幾星期甚至用月去計算 所以我想現在這段時間彈了上來的話 應該是可能是略為減遲 或者是先鎖定了部分的利用 是的 因為我自己為何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美金之前衝過上105之後 似乎現在就去到大概103或者104這些水平 我就在想會不會是聯絕局他們在做一個管理 在管理大家的預期 就希望不要那個市場太過動蕩 又或者好像Aaron所說 其實看到那些 currency 真的是低位優分額的反彈 阿Sir 我知道你一直都覺得 其實聯絕局就算加息也好 它現在這樣的部分沒什麼用 但是我們看到最近的美金也都回落了下來 其實這段時間是不是一個喘息的機會呢 毛季欣 美金這個下降一點 是有些profit taking 是吧 去到這些大位105的大位11 有些人 需要有人看你的嘛 那就推回它下來 所以那些 currency 就要上去了 但是那些 currency 是不是真的好呢 那些 currency 是不是真的好呢 那些 currency 一定不好的了 是吧 你那個歐元 可能暫時存定103多104 你不信它 它就衝上105 那個磅 我磅上了125 然後又跌下來 根本就不好的 那那個 dollar yen 現在1260多 它根本就要跌的 是吧 1260多 它都是要跌的 那瑞朗 奧紐加那些例行機 抽一抽上去 根本就在那裡夾 你那些淡倉 你那些個個都不信它 又會升的 那就先夾你一下吧 那就先夾你一下 要做這個細盤 還有呢 要等 要等它 要等它 讓你看它不是很肯跌的 是等它回上去才會沽它 昨天那些位置你沽到去 就是那個 euro 你沽到去105半流上的 昨天我都說你沽咯 不沽 如果你要賺 那些人問我好不好沽啊 差不多1.25 我沽 當然沽咯 那個榜1.25 也不沽 就是 根本整個趨勢呢 那個美元都是要好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 你包含剛才Aaron都說了 就是 你 他已經說了一定是加半離息的了 是吧 6月又加 7月又加 他昨天有一段 他自己出來說 昨天他自己都說 一定要加息 加到可以將那個通脹 就是順復為止 那我就在想 你加到怎樣才可以順復啊 8厘啊 加到8厘有幾個順復呢 那看你夠不夠膽加到8厘了 是吧 那你已經 第一你可能後知後覺 第二你可能不判形勢 第三你可能有另有目的 別有用心 是吧 那你現在這樣的時候 你一定要追上去 你不追上去呢 你一定出事的 就一直在那裡說那個營業市場很好 或者 employment 就還是很低 我們一定要那個很強勁的那個勞工市場 失業率還是很低 那個經濟還是不錯 我們就是盡量可以 應該很大機會有 soft lending 你怎麼解決的呢 你也可以解決的 不過你加得慢的時候 看你去硬還是解決的 如果你加得快就硬還是解決的 加得慢就解決了 解決的 解決的 解決的解決的 但解決的制度 你到時要追落後 你又遲早就變成了實力的 不要理他們那幫政客也好 那些金融決策者也好 我發覺真是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我們已經說通脹來 他們又說沒有 又說暫時升 我們說快點 通脹很厲害 通脹很厲害 當然加息未必是可以壓抑到通脹 起碼你在心理上或各方面 你加息上去 那些人不會亂籠 把錢 明知通脹來的 我把錢放在你那裡 我就是賣掉那些優惠 把那些優惠價抽上去 接著來個打仗 接著來個貿戰 哇 根本你是沒有辦法可以這麼多通脹 我還沒聽 無論如何都要怎麼說 如果你沒有按到通脹 你的美國利息一定要加上去 你美國利息一定要加上去的時候 告訴你 全世界所有的貨幣和美國人的息差就一定拉闊的 因為你又不敢像美國人那樣不斷加上去 他一定是 例如六月加 七月加 已經兩厘了 你有些你又不敢亂加的 因為你亂加的 你那個經濟一定很嚴重 現在個個都盡他兩眼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些新興國家更嚴重 新興國家有六成 低收入的新興國家 他們的債務到期差不多 IMF 都說他們償還有困難 甚至息都還不到 所以可能美國人有少少做救世主 不想別人的債還不到 別人的債還不到 可能影響到他那些投資者 是吧 他欠美金最多 人家現在是買那些比較高息的 新興國家債 或者企業債 如果還不到 自己找自己來搞 所以就給個美元吐吐氣 但是整個big picture來講 美元代要上 是的 這個都是 我想和這個整個聯儲局的政策部分 是非常之有關係 剛剛阿sir提到有一個項目 就是通脹非常之高 Aaron也提過 今個星期有幾個因素要看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英國的通脹 哇 4月份的通脹 英國都真的相當之厲害 我們看到CPI按年計 升了9% 創了有幾六月的新高 不過其實市場原先都預期會去到9% 不過它沒有預期的9.1%那麼多 都要升成9% 但是按月計 反而比預期低一點 都是去到2.5% 如果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按月計 英國都升了0.7% 按年計 就升了6.2% 足以其實反映到英國的通脹問題 非常之嚴重 其實英國英倫銀行早前都說了 通脹的經濟都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令到英鎊都之前一跌一跌下來 今天出完這個CPI數據之後 我們看到盤中英鎊的跌幅都是比較深的 不如我先問Aaron對於現在你的英鎊最新看法 去到這些位其實那個吸引力大不大呢? 還是覺得沽下去的空間會更加好呢? 我覺得還是偏沽的 因為基本上都沒有改變市場的看法 說的是由1.29%跌穿了3月的時候 跌穿今年的低位大概1.2970這些位之後 其實當時大家擔心些什麼 其實其實跟現在擔心的都一模一樣 就是說擔心它是息口 沒錯它加得比美國早的 它加了四次息 每次加四分一厘 但是只是加三至四次之間的四分一厘 經濟已經好像頂不住了 例如說通脹是很高 因為英國銀行其實都暗示了說 有機會會去到10% 因為它在3月的時候加了一些電費煤氣費等等 其實大家的生活成本是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最令市場當時是比較意外的 就是那個零售銷售 就是突然之間是負增長的 是負1.4%的 變成了市場上覺得 如果你通脹繼續升的時候 但是你又 代表你繼續加息 現在市場仍然覺得繼續加息 但是你加息的時候 只會令經濟進一步惡化 所以那個兩難局面是令到英鎊跌下來的原因 到這一刻 由1.29跌到最低1.21 市場上都沒有改變的看法 今天只會是確認了這個看法 就是通脹是繼續失控的 反而大家提高了去加息的機會 可能接下來幾次都要繼續加息 或者1厘 我想變成整個氣氛上面 我自己反而覺得 當然上面蟹貨區很多的 我想一步一步就算是彈到上 最厲害也好 1.271.29也好 其實市場上仍然會傾向找位再沽下來 只不過問題就是 究竟可以彈得多高 我自己會有兩個位置看著 其實留意過去兩個星期 市場是很反覆的 例如在聯儲公議息之後 其實外幣是夾過一次 夾了一天 彈上去之後被人炸下來 上星期美國的CPI又是夾了一陣 但是效果更短 夾了一個小時 第二小時又被人炸下來 我想這兩次給人感覺上 其實去到這些價位 上星期的低位 例如歐羅1.04甚至1.03的水平 英鎊可能是1.22 1.21這些位 其實淡油 即美金的好友 其實都是想找機會計一計算 但是反過來如果想搏外廢反彈 那批其實又沒有信心 即他不會跟你鬥長命 握上1.29 握上1.3 大家沒有這樣的信心 握到可以夾到這麼高 所以一有可能200點 他立即就熄虎 我想造成現在這個現象 我剛才說有提過 我有兩個位會關注著 一個就是聯儲局議息之後 其實英鎊曾經夾過上1.2640 接近1.2640 那聯儲局議息之後的一天 其實就是英雷倫堂議息 那他那個議息一公佈那一刻 其實就彈到1.2580 然後就立即大跌300點 那所以這兩個位 1.2580、1.2630 其實都是很關鍵 那所以昨天你看到 一握著1.25 附近 我想投資者其實已經有興趣 沽下來 即你可以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會和侯天堂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價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在這裏